從事運動按摩工作的小佳去年剛從大學畢業 不過兩年前讀大30 在社群平台上找打工 錄取後對方表示要幫員工保險需要個人資料 小佳不宜有他把身份證跟存責都傳給對方 直到帳戶被凍結才發現自己差點變成詐騙共犯 就是先在社群平台上面找工作 那就是先失去那個投文的那個人 然後他們會有在其他人去做交接這樣子 那就是在詢問的過程中有人幫我面試 那面試之後他們就說要保勞健保 那我也沒有想得很多 就把各支銀行帳戶或者是 其他他們需要的資訊就給出去這樣子 那這份工作也是有做 那就是大概一個月之後 就發現帳戶好像被凍結 無法再使用這樣子 我就去找那個跟我交接的那個人 但他也跑路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去備案 就讀清華大學的陳同學 目前是研究所二年級學生 從大三開始當一對一家教 授課對象從國小高中直到上班族都有 目前學生有四位 家教平均月收入就有四萬多元 遠遠超過普通上班族的平均月薪 在接洽每一個不同的案子的過程之中 通常會先進行釋交 那釋交完呢 學生方家長這一方覺得說 這位老師是值得信賴的 那就可以順利進行下去這樣子 那我自己對家教這一塊呢 我是覺得說就是表達能力還不錯這樣子 因為想說畢竟以前有在大型補習班做一些行政啊 暑假期間投入打工家教的行列 其中有意打工的學生比例佔五成五 而職缺最多的是餐飲住宿服務 以及一般服務業兩大產業 據我們調查有七成七的大學生 預計在暑假的時候投入家教或打工 那他們想要打工的主要原因呢 因為暑假的時間比較彈性 然後他們認為我可以趁機學習一些食物上的經驗 工時比較短但是時薪比較高 那他們賺到錢之後呢想要拿來做什麼呢 大部分的學生呢會運用在生活費的開銷上面 那有部分呢想要存作為投資基金 或是存作夢想基金 那有部分的學生要拿來還學貸 或者是繳學費等等 那他們預計在暑假的時候呢 每一個月平均的工時大概是85個小時 可以賺近一萬八千零六元 那平均下來時薪大概是兩百一十二元 但是跟他們預期心目當中的理想薪資兩百二十四元 大概還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差距 對 其實根據我們調查發現哦 有這次呢學生對於他們的時薪平均滿意度 大概只有五十九分 有只有一乘三的人表示滿意的 等於說大部分的學生都是不滿意的 那他們的理想薪資呢是兩百二十四元 但是如果實際換算 他們可能會收入到的薪資大概只有兩百一十二元 所以差距大概是百分之五 基本上基本工資是一定會調漲的 因為我們有通過那個基本工資法 所以下個禮拜他們進行審議之後 預期是會往上增加 那目前呢他們是想要往實薪一百九十元 這個方向前進 不過其實雖然漲到一百九十元 但是距離學生們心目當中 理想的實薪還是有一點落差 好 以打工來說 學生他們最想投入的職業前五名 包含像是餐廳的內外廠啊 行政櫃台啊或者是家教 還有一些外送等等這樣子的工作 都是學生在暑假期間蠻想投入的工作 在我們的打工平台上面 今年呢大概有十七萬筆左右的工作機會數 那跟往年相比大概成長了百分之二十二點一 那也可見其實現在的就業市場 真的是非常的求財若渴 提醒現在年輕人 如果想要求職的話呢 盡量要找有合法認證的求職平台 然後如果在社群網站上面看到有打工機會 也要避免掉一些高薪方面的陷阱 否則啊可能會淪落到詐騙啊 或者是可能被騙個資等等的情況 曾仲威也提醒打工族 近年求職詐騙層出不窮 特別是網路求職詐騙 大多透過社群招攬沒有求職經驗的學生 提醒學生族群千萬要特別小心 記者林錫會台北報導 打工加油 我又在家中的採用 打工族灯光柏 今天看好 你在家中的採用 你也喜歡